就算国师感谢他 给他托去剑籍 可毕竟曾经是奴隶呀 你觉得告诉他这些有用吗 没用啊 要不 我带他到外边画画世界开开眼 男人嘛 不经历风月 怎么能叫男人 小姐 小姐 你看 这儿还有张琴呢 小姐 你怎么不谈了呀 这是义父心爱的老物件 我擅自乱动 恐怕对义父不敬 国师最疼你了 他不会生你气的 你不知道 这张乱响 和义父那张采凤鸣翼 都是传世好琴 只不过这张琴命运不尽 受了好大的损伤 已经不能谈了 啊 坏了呀 看起来好端端的呢 是内伤 义父也曾经试图修复他 可是 还是回天乏力 好可惜啊 如果已经时过境迁 又如果 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和民 就这样相忘于江湖 未尝不是一种了断 小姐 你不开心喽 哦 没有啊 小心把它收好吧 是 小姐 找到了 你看是织绣文士图谱吧 你瞧 盘痴纹 龙凤纹 四菱纹 那你看看 有没有花草纹啊 有在后面 忍冬草 宝像花 还石料 这个好看 好啊 这是山珠鱼 那回去慢慢选 好 哎小姐你怎么了 哈哈哈 啊 你在干什么 谁允许你擅自动这张琴 我想照这样子 再做一个 你想酌琴 靖叔说这是你的心爱之物 可是受了损伤 我想用木头再雕一个 送给靖叔 一张好琴 良功不如良才 酌琴 首先要选一块会唱歌的木头 木头会唱歌 数百年的老童木 木性散尽 始发轻音 是上选 今日无事 索性 我慢慢讲给你听 一张琴 以童木为面 紫木为底 以童木之柔 配紫木之纲 上缘下方 亦合乎天原地方 才智阴阳相合 声音才能刚柔相继 不懂 就是上面是铜木 下面是紫木 我知道很多木头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们都给它们 起了什么名字 慢慢你就知道了 来来来来 坤叔 英姐 绿莹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绿莹啊 你有没有要换洗的衣服啊 我好拿去浆洗 没有啊 我洗过了 以后这些事 你就交给英姐就行了 我刚刚叫人 拿了几件新的衣服 到你房里 我的还没有穿破 这里可是国师府啊 哪能让你穿破衣服啊 哦 知道了 不是说好了吗 怎么说的是另外一套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到他 那些打击他的话 我一句都说不出来了 哎 你别吃了 收了 哎呦 来啊 来啊 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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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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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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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人间仙境 别傻站起来 快进来 进来 我的剑 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坐 坐下呀 一会坤叔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人间仙境 别傻大点看了 接客啊 来 靖叔 你该喝药了 那略营 略营暗示吃药了吗 嗯 有英姐在你就别操心了 你这是要 太子殿下的画像 怎么咳嗽了 是不是太累了 我是想快点赶完 好在殿下的惯礼之际 做贺仪 你呀 是上着元气了 快别熬油点辣得肺眼神了 赶紧把药喝了 喝完药赶紧睡觉 嗯 你说过 要是我出去做正头夫妻 到如今 却又另取欺缝 我也是无外 那你现在还回来做什么 倒不如当我死了吧 啊 小壮师 小壮师 没事没事啊 二位姑娘 莫见怪 我这位兄太 没见过什么世面 来来来来 叫他坐下 小壮师 来了 小壮师 来吧 来 坐 今天我带我的兄弟来 谁来高兴的 你们懂的 懂懂懂懂 懂懂懂 小壮师 饮了这一钟 我唱个曲子给你听 保管你啊 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 月圆啊 酒可是个好东西啊 没喝过酒 怎么是男人呢 来 宽叔陪你喝一个 宽叔先干为敬 小壮师 你可太偏心了 只饮了他那杯 莫非是他手上 粘了蜜不成 我不一 你也要饮了我这杯 来嘛 坐 来来来 吃口菜 吃口菜 吃口下酒菜就好了 来来来 慢一点啊 来 尝尝这个 这屋里是谁的酒局 我来讨杯酒喝行吗 嗯 行 太行了 来来来 姑娘坐 来嘛 这位姑娘 这么好手啊 来 你怎么来了 我不想回房 是您四优来纠缠你 你让他走 直到我死了 我去 来 宽叔再陪你喝一个 怎么换个人陪酒 就不喝了 喝 秋菊去哪儿了 你还有脸坐着 给我起来 负心之人罪可杀 可惜我不是个男子 否则一定有你好看 我告诉你 今后再敢踏入万花楼一步 左脚先卖多左脚 右脚先卖多右脚 滚 滚 我 我什么我 滚 他已经走了 你哭什么 看你年纪轻轻 你哪知道爱上一个人 却被他伤了心 是何等的难过 他说过他要娶我的 他为什么不娶你 还不是因为我们身份卑贱 那人的父亲在朝中做着不小的官 我根本不可能 身份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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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爱是天性 爱是天性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小壮士 你也伤了心 是啊 我 我也好伤心 我也好伤心啊 难得我们都是一群伤心之人 来 来 喝 喝 都别跳了 别跳了 跟我喝酒 你别喝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的祖宗 不好意思啊 你别喝了 行吗 吃口菜去 你别喝了 你不学 你们知道我有多想的 每次想的 别看了 别看了啊 心里面都很痛 这么好看的 心痛 原来啊 咱们是一屋子的断肠人 对断肠人 行了 你就别再添乱了 你就别让他喝了 喝酒 好了好了 别再喝了略影 你少喝点 快 断肠 断肠的意思 好了好了 别再看了 是不是就是 这肠子断了一样疼呢 别放了 回去回去 谁也没断过呀 就那个意思吧 就那意思 好 好辞 好辞 断肠 我这脑子上驴体了 我怎么会带你来这儿呢 我 宽叔 哥 你要不要试试 断肠的嘴啊 我肠子都毁清了 什么断肠啊 你别喝了 好了好了 过去拿这儿 你也少喝点 行 行了行了走了 就到我这儿了啊 别走啊 走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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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琴 首先要选一块 会唱歌的木头 哎 祖宗 你要去哪儿啊 祖宗 祖宗 哎呀绿阳 你要去哪儿啊 哎呀快回去啊 哎呀快回去吧 啊 站住啊绿阳 这只后院不能进去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 говор回去还没有 我来 哎哎哎哎哎呀 嗯哎哎哎呀 哎哎哎呀 你去哪儿啊 那你ony 哎呀 equally 哎哎哎呀 你交 teens了 快走 然後� 狒然后 emie 那净 好 来 来 请 请 请 王爷 这个声音不是顾老爷吗 方大人 你可是劳苦功高啊 方大人 你官运亨通 给我们大家说说 你是怎么调回京城 又是如何连升三级的呀 托福 托福 我总不能告诉他们 是天上掉下个太子 正砸在我的脑袋上啊 这护驾的功劳 实在是不好意思 拿出来吹牛 我这也是任劳任怨 辛苦办差 勤勤恳恳 熬来的 你看 头发都熬白了 方大人真是劳苦功高啊 是啊 我们大家 共同敬房大人一杯 同喜 房大人请 同喜 同喜啊 同喜啊 这不是伤心人的剑吗 别谈了 别谈了 秋菊 快点起来 咱们去追他 走 东梅啊 为我们弹奏一曲吧 是 王爷 快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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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周老师爷 伤心人 你的剑 是 多谢三位姑娘 多谢三位姑娘 要不然真是闯了大祸了 今夜不早 喝得不少 早点回去歇息吧 告辞 略阳 略阳 还想做事 略阳 略阳 国师之下 一丝闯明宅是重罪啊 会唱歌的木头 木头 什么木头 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 他 他果然没有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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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大人 快 快 你走不走 快 快 走 走啊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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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走 你疯了 眼看着着火了 你干嘛进去啊 这个木头会唱歌 我要用它着琴 你会抚琴 我不会 但是 有人会 是你爱着的那位姑娘 这下事可闹大了 这凤七五里全是当官的 这可怎么办呀 没事 那些敢做不敢当的 对呀 你闯动大祸 被人发现咱就惨了 快 醒醒醒 快 醒醒 咱走了 快走啊 好 各位姑娘 后会有期 快 快起来 来 屋里有门 通向大街 你怎么不早说 多谢姑娘 后悔有期 对了 各位姑娘 今夜 你们未曾见过我 如玉 我也要学父亲 我要和东梅一起学 你教我好不好 好不好嘛 好不好 好啦 如玉最近万字头 你就放过他吧 怎么搞的 乌露偏逢连音语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妈妈给你换个地方住 你再委屈两天 像我这种人 有什么委屈不委屈 胡闹 风月城不是谁都能闯荡的 他还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 就是拆 拆了一间屋子而已 而已 三间正房 万花楼最豪华 最宽敞的屋子 凤七五 大人 你怎么知道 他人呢 拆了人家房子 被关在哪里啊 他哪能被关啊 谁逮得住他呀 他早就全身是退了 走的时候还拆了人家一个房梁 他 他说那根木头会唱歌什么的 大人 那栋屋子 咱们是赔呀还是不赔呀 赔什么赔 你钱多的花不完了 哎 发疯半年 啊 大人 半年不合适吗 大人 来 给我看看 你扛回来的木头 听说你把人家房子拆了 这是童木吗 这是一条 数百年的老山木 很好的房梁 简直是非常好的房梁 可以做琴 不可以 他会唱歌 自有秦以来 便是以童木为秦 山木 不行 这么好学 我就给你讲讲 太古遗音 秦才论云 梧桐之才 心须礼书 举则轻 鸡则松 折则翠 腹则滑 轻松翠滑 为之似善 这就对了 这块木头 举青 鸡松 腹划 折了就脆了 他本来是根栋梁 结果被你拆下来做不成栋梁了 只能烧火劈柴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你闯了这么大的祸 不担心自己 却只担心这块木头 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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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话 您可别嫌我没忌讳 我可是眼睁睁 看着这房子遭雷劈了 也不知是座上哪位大人 触犯了雷公爷爷爷 还是妈妈您 干了什么出格的事 我能干什么出格的事啊 你们这帮姑奶奶 哪个不是我捧在手心里 顶在脑袋上 那您说好端端的 怎会走了水 东梅 你是那晚上 在奉旗无伺候的人 你说 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那帮大爷们 突然都往外跑 就听见你们在喊我 还听到有人喊 柱子断了 柱子断了 你们不是都有客人 怎么都到后院来了 那晚小鹏来的客人走得早 秋菊心情又不好 我们就想来找东梅 看他这儿的客人散了没 还好还好 妈妈别急 雷公爷爷只是给了个警示而已 还没有降罪于人 夏合 你别吓着妈妈 别说了 一会儿又给雷招来了 不说了不说了 可吓死我了 你是没看见 那雷就跟长了眼似的 第一次没劈端那根柱子 第二次还照那儿劈呢 可惜了那屋子的好东西 妈妈 秀这房子可得花不少钱吧 好 干活摸摸凑凑 天衡前洗不完 你就别吃饭 赶紧歇 你 这么臭寒除了吓人 赶紧干活 但愿刚才那番话 能对妈妈有点影响 但愿如玉 能够早日脱离苦海 你们就因为那件事 就决定要帮她 难道你们不怕她 出来吓唬人吗 她一个女孩子 手无腹肌之力 除了长得丑怪 对谁有过伤害 凭什么年年月月 非打击嘛 过得诸狗不如 上天真是不共 小姐 掠影就是你带回来那个 不要说 我不想听 可是小姐她 她是她 我是我 以后关于她的事情 不用样样都向我禀告 小姐 别说了 去把英杰找来 帮我更衣 背车 别让太子殿下 久等 殿下要寄哪一个香包呢 这还用问 当然是寄经书给我那个 奴婢看着有些旧了才问的 旧了才好 你也是救的 难道把你也换了不成 殿下还是让靖叔小姐 再重新做一个来吧 还是盼着殿下 赶紧把靖叔小姐取进宫吧 放肆 都是太子殿下 太宽纵你们了 无妨 都会有他们说说笑笑的 这宫里才有点暖乎气 嗯 哎呀 活了个天哪 她还不出来啊 一会儿真关起来了 我们小姐要进宫 没工夫管她的事啊 好吧 那一会儿别后悔啊 后悔什么呀 后悔什么 国师要罚略影呢 哎 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 嗯 想必这小小门窗也关不住你 那你就自己关着自己 去避门思过 知道哪儿错了 再出来 哦 嗯 大人 略影 你不可以因为自己要木头 就去拆别人家的房子 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 就让别人蒙受损失啊 那怎么能行 义父治下 百姓所以能安居乐业 是因为人们的财产都可以收到很好的保护 现在知道了吗 以后不可以再损害别人了 以后不可以再损害别人了 义父 义父 您就饶了他吧 绿营只是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 您可以教他呀 您跟他讲 他慢慢就会明白的 义父 不教而诸就是您的不对了 不是他的过错 你在这儿过造什么 让他自己想 还愣着干什么 闭门思过去 哦 宽哥 把这个破墓都给我砍了 来 太子殿下 靖叔小姐今天不能进宫给您请安了 怎么了 听说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他想歇歇 那他人现在怎么样 应该不要紧 您先回韩元殿吧 我回头再去问问 今天下雨后地上发潮 您路上小心点 老贾头 宗领大人 慢点慢点 国师吩咐 把这块木头给你们了 快来帮忙 走 没想到你竟能悟到这一点 不错 不错 我这一生任性放纵 不错 解傲不逊 年轻时也曾醉过 酒这种东西吧 喝的时候可口 可喝多了做错了事 却是让人防不胜防 简直 比什么暗器 都更难防 是 是 所以啊 人生只要有一次喝错了酒 就足以不堪回首 后悔一生了 你 可切莫要布我的后尘 我知道了 老贾头 总领大人 我给你那根木头呢 那根木头不好披 我没披 你什么披啊 我给你那木头 你披了干嘛啊 没敢披 都在这儿呢 我的钱 绿尔 绿尔你要冷静啊 你千万要冷静啊 人生 只要有一次喝错了酒 就足以不堪回首 后悔一生 幸亏那根木头保住了 要不然这么好的房子 就白拆了 没有那么多 hus 都不急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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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做好 我自己做好 那ом天 他每天都都不在 我自己做好 我自己做好 感谢观看